这就是冯锦华当时在石灯笼上看到的16块浮雕 浮雕描绘了包括击破清国北洋水师 占领天津城 沙海空战等所谓第一国军人的丰功伟业 从我看到这些浮雕的时候 我就认为日本这个民族 它和60年前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所谓我们所谓的日本在战后走向了和平道路 所谓的中文友好 其实从根本上是不存在的 这只不过是一些外交辞令 甚至是我们中国人去故意去理解的一种美好的东西 那再次一刹那件我全部明白了 这都是不存在的 我们中国人应当觉醒 应该充分认清楚日本社会是怎么回事 这个31岁的年轻人 此时已经在日本学习和工作了七年的时间 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也有着自己的朋友和社交圈子 可以说已经融入了日本的社会和生活 然而他很少和日本的朋友聊历史 他说日本今年很少了解历史 看到他们茫然而无奈的表情 这个话题根本就进行不下去 于是他和同在日本留学工作的中国朋友商量 既然自己就在日本 应该做点什么 在小泉想到禁国神社参拜的这个事情上 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 2001年8月13日 日本首相小泉泉一郎参拜禁国神社 我还把服务员叫过来 我说这个油漆好不好用 喷射力强不强 喷上去以后它会不会很快就冲掉 那服务员说这个油漆厉害 这个油漆喷上去洗不掉的 很好用的 就他的 就买了一大袋 各式各样的 红的黄的 各种醒目的 还有荧光的 我在想晚上给他喷上去 或者应该让他一一发光 那里头老远就看到 在百货店里边转了一大圈 就买了一大包 后来这一大包都让日本警察给没收了 也是作为成堂证供 说明我是有预谋的 买了这么多油漆 就是说要求对我进行重判